打這個關鍵字 那個UE4 Level Designer Quick Start 然後搜索到以後 他右上角應該會畫一個地球 然後你就把它直接改成簡中 他就是中文版 那我們這邊呢 跟上次不一樣的是 他這邊選遊戲以後呢 其實這邊選的是空白的 空白的其實跟之前不一樣是說 他真的是全空的 因為我們上次選的是射擊遊戲 射擊遊戲好像是第一人稱吧 是不是好像選第一人稱 對 然後我們再選下一步 下一步以後呢 這邊要選的是 這邊是選藍圖 這邊真的是選藍圖嗎 自己做的講有點忘記了 好像是選藍圖 沒有錯 然後這邊再來選的是有一個 Starter Content 這個就是初學者的內容 就是裡面會有一些 預設的材質跟模型 還有一些預設的東西 反正就可以直接用 然後再來就是要設定 你的專案資料夾在哪裡 然後這個專案的名稱是什麼 這有點像瑪雅 就是或者像什麼 做網站 你必須要有一個專案資料夾去放 你完整的所有的檔案 然後再來呢 是按創造資料夾 創造專案 創造專案 其實也都對啦 因為他創造專案的同時 他會創造一個資料夾 所以我們現在呢 看這邊第一個要做的是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 第一個要做的是先選遊戲 然後再按下一步 選空白的 空白的 然後再按下一步 下一步以後呢 這個是Blueprint Blueprint的意思就是說 遊戲裡面的任何東西 它都可以是一個藍圖 比如說一個會飛的車子 一個燃燒的樹木 反正就是什麼東西 它都可以是一個藍圖 基本上就是一個東西 它可能變得是一個P4化的 幫你做一個東西出來 然後第二個呢 是With start content OK這個沒有問題 其他的我看一下 最高階的品質 然後再來有光 光氣追蹤式取消的 光氣追蹤的意思就是說 反射跟折射是完全是真實的 然後這邊看一下 Desktop這個東西 我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好像不需要改 我們這邊就直接看到下一步 下一步呢 之前先看一下 這個是放在 文件夾裡面的Unreal Project 所以應該是在哪裡呢 應該是在 Document裡面的Unreal Project 裡面的 這邊現在是空的 誒 歡迎回來 歡迎回來 對 那這邊呢 那個專案的名稱 應該叫做 隨便取 我現在取一個 儘量取英文比較好 就是你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軟體 其實用英文比較安全 因為這軟體大部分都是老外寫的嘛 所以我現在選Starter 就是開始的 這邊重點就是Blueprint 跟WithStart Content 就是藍圖跟 有那個初始學習者使用的這個內容 我現在按下去以後呢 就會產生一個新的專案 我看到這會多久 唉唷 突然變很快 這個像我2013的那個筆電啊 蘋果筆電花最貴的錢去買的 大概快要9萬 就那一台 跑這個沒辦法跑得動 所以其實電腦真的不能太舊 電腦太舊跑Unreal 其實是會有問題的 所以 呃 其實我的表面規格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表面 就是i7啊 4核8執行序啊 然後16GB RAM 然後什麼750M的那個 但不是 那個年代啦 那個年代啦 對啊不重要不重要 反正重點就是 隔太多年了 其實 跑不動就是跑不動 好 那我們現在呢先看 這邊看一下那個 下一步啊 這邊 這邊呢現在是在講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其實你看一看就好 這邊第一個是在講 在透視圖的時候呢 滑鼠左鍵拖拉 滑鼠右鍵拖拉 還有滑鼠左鍵中鍵拖拉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差別 這是透視圖嗎 你們看到這裡寫 透視圖有看到 perspective 所以左鍵拖拉 就是長這樣子 就是旋轉嘛對不對 右鍵拖拉 說實在 我分不出來 再來滑鼠左鍵加右鍵拖拉 有 上下左右平移 有沒有 他還可以前後 其實應該是上下左右平移而已 所以我看一下 這邊 他寫的是什麼 左鍵是 攝影機前後移動 再來是 前後左右移動 左鍵是前後左右移動 滑鼠右鍵是旋轉四角 滑鼠左鍵加右鍵是上下移動 真的有這個感覺嗎 真的是上下 左鍵加右鍵 可是也可以左右動 再來是左鍵 左鍵是旋轉 再來是右鍵 我真的不知道左鍵跟右鍵有什麼差別 好 不重要 為什麼我說不重要呢 因為 像我們平常在用瑪雅的時候是 AUT加左鍵旋轉 AUT加中鍵 怎麼看起來差不多 AUT加右鍵前後移動 基本上就是如果有用過瑪雅的 你就會覺得 反正有一個方式跟瑪雅差不多就算了 對 再來呢 我再講一個這個就好 這個是這個叫做正式圖 什麼叫正式圖呢 就是正上方 AUTOGRAPHIC是正式圖 正上方 正前方 等一下 還有正側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一樣 左鍵拖拉跟右鍵拖拉 還有一個是 滑鼠左鍵加右鍵拖拉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這個PERSPECTIVE要看一下 比如說我切到上式圖 然後這邊就是什麼 左鍵拖拉 這個是選取嘛 拉一個框就選取 左鍵拖拉 再來是右鍵拖拉 就是平移 再來是滑鼠左鍵加右鍵一起拖拉 OK嗎 這也沒什麼好記啊 就是不是左鍵拖拉 反正就是右鍵拖拉 再就是左鍵加右鍵一起拖拉 就這樣子而已啊 那只是差別是一個是在 所謂的正式圖 正式圖就是這一些嘛 上 上 底 左右 前 後 透視圖就只有這個嘛 PERSPECTIVE就這樣子 可以嗎 來 先試試看這基本的 就是這基本的